你 莫菲 你说我这一走吧 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你 你就是太善良了 而且还没有防备心 你说你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呀 我说你就别担心我了 倒是你 回去你有什么打算 还有 晨阳 你真的放心把他留在这儿 我想好好地静一静 之后想好了再说吧 这感情的事我也说不准 不过 怎么了 我能不能和他继续保持严重 莫菲 你听我解释 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有才华 而且我们只限于工作 平常事情不会联系的 不行 而且 我不是你跟他通风报信 我不会的 老公坐上去 你本格掉了 别动你 好 好 程阳 不客气 我说他脚踏两只程 还真是小看他了 白小曼 你 你认识那女的呀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你干嘛 你干嘛 先不住我 你别管我啊 特别有设计感 有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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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咋 我干嘛 你干什么呀 你谁呀 我干嘛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白总 对不起白总 多多 你干嘛呀 干嘛 你们在干嘛呀 莫菲 我看这儿就是你挑拨的吧 你有病吧 什么都怨在我身上 我打你了吗 多多 你误会了 这是海耀的白特处 她来找我签约的 签约 签约还是签手啊 我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俩拉着手的 我告诉你 程阳 咱俩玩完了 彻底地玩了 滚 多多 多多 程阳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吗 白总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 多多 多多 我说你消消气 这应该只是一个误会 白小曼过来找她 只是为了工作 白小曼是你的同学 我不相信你 你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跟你说过 多多 我只和一个同学有过节 那就是吧 你能不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白小曼她这个人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真的吗 对啊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她会来法国 更不知道她知道程阳啊 这也不难啊 她可是得过什么新人奖冠军的 多多 她拉我的手就是想跟我套近乎 我跟她第一次见面呢 我看你刚才拉着她手的时候 挺美的呢 那你也看见了 她一碰我我就躲掉了呀 多多 白总是来找我签约了 她给我开了很优厚的条件 但是既然你也不喜欢 就算她给我再优厚的条件 我也不可能去 多多 从小到大 这么多年 我发誓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别人在一起 莫菲 我这几天要回上海 我先回房间收拾东西了 多连回国啊 我跟你一起回去 我跟你一起回去 给她点时间吧 过几天肯定就消气了 真的吗 谢谢你莫菲